Hello YouTube 我是黎尼长 好 我们这条影片就是讲中四的chatter test version 2 MC 第二条 好了 题目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题目就是这样写在这里 就是说 现在问你以下哪一条的直线 是有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跟哪个有一个point 就是跟这条式有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就是问你L1 L2 L3 是跟L这条线有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首先我们要知道基本概念 什么情况下会有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就是 大家有没有找到书 就是 ML1是不等于ML2的时候 就是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为什么 因为两条直线它不一样 slope不一样 就是它们不是平衡 不是平衡 就是可能是一个这样斜 一个这样斜 它们不是平衡 就有一个双交点 不是平衡就有一个双交点 我现在比较一下它们的什么 比较一下它们的slope 就是找到这些slope 然后比较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先找L1的slope L1的slope 你可以pause它自己找 M L1的slope 我的方法就是用主汗变换 好 所以 Ml就是U5 都是那样东西 slope是怎样看到的 L1 我们今天只关注slope 这个也写了 Y Intercept OK 好 看到slope L就是slope 好 今天找L1 Ml1 Ml1 就是U5 看这两个slope 也不是这一款 L1 就一定不是 就是 AC都可以双的 是吧 因为slope不一样 才会是one point of realization 现在两个slope一样 那就是L1 L1就一定不是答案 所以这两个应该去大考察 好 找L2 这些大家应该都很熟 移个subject 这个怎么办 不用怕 是吧 除了2分1 按摩 是吧 附1 除了1 over5 除以 2 over1 再加4除以1 over 2 8 即是ML2就是乎2 over 5 這兩個slope不一樣 我們可以寫回 ML等於ML1 所以就交叉 然後ML不等於ML1 ML2 3tick L2也是 L2是不知B還是D 那就看看L3 其實你狡猾一點可以直接看L3 因為L3可以 即是D L3不可以即是B 記得要選 6 over 20 2 over 25 即是ML不等於ML3 即是這個也是 即是答案就是D 可以嗎 slope不一樣 即是1 point of intersection 所以我們檢查的slope 這個是一樣 所以1不正確 L2和L1的slope 都不一樣 所以就對了 OK 所以答案是D 短片到這裏